抬头仰望星空 但是您看到的可能不是星星 而是卫星 太空商机让地球上空的卫星越来越多 天文学家观察发现 活跃卫星的数量从2017年的1000颗 到现在已经增加到5000多颗了 预测未来不到10年 夜空中每15个光点 就有一个是移动中的卫星 自古以来但慢又神秘的夜空 一直都是科学家探索的目标 但是现在抬头仰望夜空 一闪一闪亮晶晶 却不见得都是真的星星 因为现在卫星越来越多 CNN的记者跟沙曼山 在3月一个晴朗的夜晚 只用肉眼抬头看了几分钟 就看到好几颗卫星划过天际 根据沙曼山的观察 活跃卫星的数量 已经从2017年的1000颗左右 增加到今天的5000多颗 沙曼山跟另外两位加拿大天文学家 去年12月在天文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预测未来不到10年 夜空中每15个光点 就有一个实际上是移动中的卫星 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 已经发射了2000多颗卫星 目前地球上活跃的卫星 大约三分之一都属于SpaceX 比任何国家政府或民间企业还要多 而且它的星链计划 至少还要再发射4万2000颗 SpaceX宣称 他们会在卫星上加装遮阳板 以免抢走星星的光芒 但静谧的夜空恐怕将成为历史 菲律宾旅宋岛的布鲁山火山 这个月6号爆发之后 12号又再度喷发 附近好几个城镇被覆盖上一层厚厚的火山灰 不但到处都是灰蒙蒙的 能见度非常的差 民众生活也大受影响 幸好这次火山喷发没有造成人员伤亡